现在我们来进行实际操作 首先我们来制作普通雕刻的制作方法 第一步 我们洗好板材之后 这是一个铜板 我们将它进行抛光处理 我们第一种方法 刚才也讲了 就是用水沙纸进行抛光的一种方式 水沙纸 像这就是水沙纸 一般我们使用一千目 这一千五万个水沙纸来进行制作 泡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直接把水沙纸用水淋湿之后 直接在这个上面进行抹擦泡光 把它摩擦到非常干净为止 磨的时候我们讲的方法是 乘一个方向来进行磨 来回磨擦就可以了 从这种方向来进行磨 我们抛光的第二种方法呢 是利用抛光机来进行抛光 这个抛光机呢 一般的那个五金箱顶都有卖的啊 我们这个前面呢 按照一个布囊或者是一个盐帽囊 首先我们在这上面进行打上绿蜡 打上绿蜡 然后呢 将这个布干净的板材进行抛光 一直抛的那个静面效果 抛的方法很紧的 把它踩住 直接呢 通上静远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抛光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进行抛光 那么抛光的效果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可以达到这种镜面效果 当然 我们经过在进选材的时候 比如说 布希钢或者是太地板 它本身表面呢 就是抛光整理好的 那么呢 我们不需要进行抛光 直接用金属清洗剂进去擦洗下就可以 那么讲说我们有些板材 表面不是很干净 我想把它抛到镜面效果 我们呢 就利用这种抛光机的方法来进行抛光 现在呢 我们将刚才抛光好的 用水下纸抛光好的这个板材呢 来进行一个普通标准 那么抛光好之后 我们呢 还要用金属清洗剂 把表面去屋擦洗一下 那么金属清洗剂呢 就是这个玩意儿啊 我们买回来的时候是固体的 粉状的 然后呢 加水来进行吸湿 然后呢 就直接把它擦洗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样的话 表面呢 污垢啊 等等呢 都非常干净的啊 在这种方式 我们最好呢 使用清水来进行擦洗干净啊 在这种方式 好 然后呢 把它晾干或者烘干 这都可以 我呢 现在用吹风机把它吹干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呢 将这个贴 即时贴 刻好的即时贴上面的图案 把它贴到 这个 招法上去 刚才呢 我们将这个 机制贴呢 贴在这上去的之后啊 然后呢 再用吹风机 适当的 把它吹一吹 用吹风机 把它适当吹一吹 然后呢 用手指 把它压一下 这样的目的呢 就防止刻的时候 测试现象出来啊 好 然后我们直接 用这种手术刀 或者一些美工刀 把它 需要刻的地方 给挑 挑出来啊 好 让这个 需要刻的地方 露出来啊 让需要刻的地方露出来 好 就成这个样子了啊 就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 刷刻的啊 我们才进行 刻的一个部分 这款是个呢 就是我们的 金属刻度机 它呢 可以刻 而且可以呢 电解抛光 还可以电上色 然后进行快度 这一组呢 是用来专门来刻的一组啊 就是刻雕板的墙 这一组 这一组呢 这才电解抛光的一组 这一组呢 就才用电子上色的一组 这一组呢 是用来那个 电镀的一组啊 这是他们所谓的红色的柳 都是正极 黑色的柳 都是负极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标签做好之后 我们呢 就来采用第一种方式 来刻它 把它刻归出来 刻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呢 首先要准备一个塑料槽子 塑料水槽 我们刻的时候 刻的液体 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用盐水来进刻 它的比例是一升水里面 加三百克左右的盐 这呢 就是我们所用的一种盐水的啊 而且呢 我们呢 要把一个水泡呢 就放到这个盐水槽里面去啊 它的那个 塑料槽里面去 这个水泡 然后连接这个电刷头 这个电刷头呢 接设备的负极 接设备的负极 工件 接设备的阵极 用这个夹子 把它加入来进行制作 好 我们现在呢 就来进场来刻这个标牌 我们刻的时候 这个夹子要注意啊 尽量的防止它 不要让它生锈啊 或者它的产生锈 工件呢 只接这个红色的阵极啊 我们现在将静元开关打开 将静元开关打开 这个呢 是调压器 调这个定压的时候 看这个定压表 看这个定压表 哎 你往这边调 它呢 就定压是大的啊 这东西呢 是定流表啊 我们刻的时候 这个定流表才会显示 好 用这个夹子呢 把这个标牌给加入 然后呢 把这个雕刻开关 来调刻开关 和水共开关 这个时候 刷头就出水了 这个刷头呢 带的就是复体键 直接把它对准这个 标牌来进刻就可以了啊 我们现在看来的中间定流表 是20安倍左右 我们在刻的时候啊 定压越大 那么呢 所产生的定流 它就越大 那么定流越大 那么当然 刻的速度就越快了啊 所以说我们呢 要注意这个定流的大小 我刚才也说了 精细口温呢 什么的定流呢 就适当的小一些了啊 假如你也想刻大标牌 速度想刻快点 觉得这个定流还不够 我们还是把这个定压呢 实际上调高一点 是不是啊 用这个方式 要注意的是 要值得提一下的是 我们这个设备呢 是低定压的啊 是绝对安全的 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呢 刻的时候正极和复极 最好不要接触 复极的话呢 就有产生的弹路的冰箱 而且呢 我们这个刷刻的过程啊 它是环保型的 它因为是 所谓的是盐水 而且成本非常低 它的呢 这个液体呢 可以反复反复来进行利用 我们通常都采用这个方式呢 来进行这座刷刻啊 好 我们呢 刚才就采用这个方式 我们呢 将这个标牌呢 已经刻好了啊 根据你的深浅程度 我们就将它刻出来了 刻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 就是来进行上色 那么这是这种普通的标牌 我们呢 上色呢 就是一种普通的方法 来进行上色 那么上色之前 我们呢 要将这个牌用清水 把它清洗一下 用清水的吧 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之后 然后呢 再把它封干 或者炼干 吹干 这都可以了啊 好 我们呢 就采用吹干的方式啊 好 吹干好之后 我们就先来准备上 上切啊 假如说我们这个牌上 要做两个颜色的话 呃 方法呢 也很简单 比如说 我中间呢 这一台字 我要做一种颜色 其他的呢 做另外一种颜色的时候 方法很简单 我们呢 首先 就把其他的 用这个机器切 把它遮挡住 呃 都遮挡之后 只是留这一部分 然后直接 喷 这种 自喷漆 一定要用那种 金属自本体 即可试啊 讲这种方式 等这种方式 做完之后 然后呢 再撕掉 把这个遮挡住 然后呢 再配这个颜色 所以呢 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 好 我们呢 用这个机制贴呢 就把其他地方呢 给保护住 贴住 好 只是留下了 现在要上次的 这一部分 然后我想把中间这 做成红色的话 不用这种红色的 自本器啊 就进行喷 我摇一下 让它更加深一个东西 好 就直接喷了啊 喷完之后呢 然后呢 用吹冲机 扩张的自然 搬一下啊 好 搬了之后 也就是说 这第一种颜色 就做好了 然后呢 把它撕下来 把它撕下来 第一次上好之后呢 箱子已经去掉了 然后呢 再把第二 第二次 上第二的时候 把刚才喷的第一次 因为它干了啊 我们也是用机制贴 把它遮挡住 把它遮挡住 然后呢 上第二种颜色 上第二种颜色 也就是用这个方式呢 我们将两种颜色上好之后呢 然后呢 把毛呢 直接撕掉啊 也就是说 我一定让它干了之后 把毛再把它撕掉 如果说没有干的话 你在撕磨的时候 它呢 就容易 有那个毛边 那么假如 这种情况下 我们用水 把它磨一下就可以了啊 或者帮你扒一下就可以了 最好的是让它干透了 再撕的话 那么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毛边的 那么假如 我们有在毛边的情况下 我们呢 就采用水沙纸的这种方式 来把它简单的磨一下 来把它简单的磨一下 我们呢 就在这种方式啊 就把它简单的磨一下就可以了 磨的话呢 也是成一个方向进行磨啊 好 把它基本磨好 这颗 这个盘呢 是基本上完成的 那么呢 最后一步 也就还有最后一步啊 我们呢 就上一种亮油 最好呢 我们上一种水性亮油 就合适一点 这呢 就是我们所行的水性亮油 也据说 在没有干的情况下 我们清洗过后 直接呢 清洗干净之后 就直接放在 这个水性亮油 水性亮油当中 浸泡一小会儿 一几秒钟的时间吧 然后把它沥干 再呢 用烤箱把它烤干 就可以了 这个过程就完成了 那我现在呢 就烤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呢 就是一种定烤箱啊 就烤面包用啊 烤馒头用的一种定烤箱 直接呢 把它放在这个当中去就可以了 然后把温度打开 温度的一般呢 就是一百度度就可以了啊 一百度左右就可以了 时间呢 两三分钟 也就烤干了就可以了 这的话 待会儿把它说 它就非常亮了啊 它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做 我们这个照光的方式 还有另外一种 一种呢 就是光的所用那种 光油 直接买那种光油 直接喷也可以 或者呢 用那种 用漆棒 或者用毛刷 刷那种清漆 也可以起来保护的作用 我这种水晶炼油的方式 它呢 一部呢 是劳度强 炼度高 而且呢 它这个保存时间非常长 比如说 三五年以内 它一般的不会 森锈啊 不会演化 有这么一个好处啊 真的就是 我们上光油之后 做出来我们的这个样子 好了 好 现在呢 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啊 我们呢 将它给取出来 将它取出来 来 取出来 这个成品 就是像这样呢 就做出来了啊 这样呢 就是我们主动标准的制作方法 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这个 精细标准的制作方法 也就是说板画 你对的啊 我们现在呢 来制作这个精细标准 板画一类 这个是我刚才呢 用石砂纸或者抛光机 抛光的这一个铜牌 整理干了之后 我们呢 利用丝网印刷的方式 把这种感光油墨 直接印上去 这个感光油墨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种 也就是说光成像 抗石抗定度油墨 这是一种特殊的光成像油墨 它能起到一个 保护不被雕刻的地方的作用 而且能起到一个 在铜板上面 直接成像的作用 那我们来 怎么样把它 制作在一个标准上去呢 我们直接用这种丝网板 来进印刷 这呢就是一个空白丝网板 使用了丝网目组 我们一般使用 200至300目组左右的丝网 好 我们呢 在这个板呢 就平放在这个 平板上面去之后 把这个丝网板 给压上去 然后呢 直接在头上的墨 来进印刷 我们把这个油墨呢 就倒在这个丝网板上去了 对 然后前面呢 全一的板地啊 大约呢 是一公分的距离板去 然后用这个花刀来进印刷 好 讲究的是印平整 印均匀啊 F1两三十就可以了 好 在这个方式就可以了 用完之后 这个多余的墨呢 我们可以回收了 可以回收 现在呢 我将到的提出来 让它进行烘烤一下啊 放在烤箱里面 把它烤干了 那么烤的时候 这个温度啊 不要过高 一般温度呢 在一百度左右啊 烘烤三四分钟就可以 干了为止 别把温度调得太高 这样的话呢 就会影响那个 做法的效果 时间呢 一般呢 就是三四分钟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呢 像这样呢 就把它烤干就可以了 我们这块盘呢 就通过烤箱 把它烤干之后 我们现在呢 就拿进行感光 也就是说 进行赛吧 我们就要选择一个 底稿 比如说 我这么一个图案 通过手画的 或者从书上 得到这个底稿 我想把这个图案做出来 第一步 我们呢 刚才讲的一个底稿的问题 就是通过扫摄仪 进行扫描 然后呢 通过打印机 把它打印在 这个激光胶片上面去 或者呢 扫描之后 直接出非林 出到了 这个胶片上去 或者流散片上去 都可以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底稿 就贴在 这个板子上去 正面呢 是朝上 也就是说 图文正面朝上 比如说 这个字 图文是正面朝上 然后呢 把它放在 这个赛板灯上面 赛板灯上面 来进来 这个是一个优维图文正面朝上 这个是一个优维图画赛板灯啊 也就是说 一个专门用的赛板的灯 功率呢 是1000瓦左右的 用我们来选择两个比较干净点的玻璃啊 然后呢 用夹子把它加住 用夹子把它加住 然后呢 把这个图案部分 对着这个灯的部分 利用光源来进去赛 利用光源来进去赛 我们呢 就把这个电源开放 都打开之后 就把这个灯给顶热 把灯给顶热 照射一分钟左右啊 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到了之后呢 灯呢 就灭了 然后呢 把它取出来 把它取出来 进去咸咸 也就是说 接下来一步呢 就是咸咸 把这个机构 取出来 把它放在咸咸叶里面 进去咸咸 这呢 应该装的就是咸咸叶 这咸咸叶是怎么调出来的呢 就是水 加这个碳酸的 我们也可以用 那种食用纯锦来做 也就是说 做馒头那种锦面 食锦 食用纯锦 也可以来进做 它的底力呢 加很少啊 比如说这一槽子水 我们加这个盖 一盖就可以了啊 百分之二度的底力 把它放在这个槽子 倒入之后 我们呢 应该远一点海绵 或者布条 把它轻轻的擦一擦 轻轻的擦一擦 或者你们晃动底下 或者呢 放在里面 泡它个三五分钟之后 然后呢 再擦 就可以直接把它擦出来啊 我们呢 现在呢 就让它泡起来 泡它个几分钟 三五分钟之后 然后再一擦 就可以擦出来了 三四分钟过了之后呢 我们呢 就可以直接的把它擦起啊 一擦擦起之后呢 好 就可以把图案呢 就完全擦出来了 擦出来之后 再用清水 把它冲敏一下 就是说让它表面呢 就更加的干净 把它冲洗一下 这个图案呢 就我们把它给制作在这个标签上去的 只是表面的浮在上面去的 再呢 接着就是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或者烤箱把它烤干 或者自然链干 这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们用吹风机 那也可以把它直接吹开 这部分都可以来 吹干之后呢 我们呢 再来进锦着一下板面 需要修板的地方 我们就修修板 好 比如说板面 有些地方有沙眼 或者有些地方漏了 我们呢 就应该修板一下 修板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呢 有沙眼的地方 或者漏了的地方 我们呢 用刚才用那种感光释放了的墨 直接用那种刀片 或者毛笔尖把它涂抹一下 遮到住也可以 或者呢 我们用这个胶带 把所有漏眼的地方 把它贴住 也可以 这是一种防法啊 好 我们呢 就将漏眼的地方呢 我们就把它切住了 防护住了之后 就和刚才接下来一步 就是来进行定解册的啊 就和刚才的方法是一样的啊 我们也是弓箭接正极 用夹子把它加住 然后呢 把定源总开关打开 再把雕刻开关打开 水泵开关打开 好 它就出水了啊 我们调整定压 因为它是军系标牌啊 我们做的定流呢 实际上并小了点啊 静流呢 在5-23分左右 现在来进行方位就可以 来回到刷课就可以了啊 距离 刷头和板的距离 靠得越近 那么做产生的定流 就已经到了啊 好了 给你们查一下它的深浅度 绝对会是就可以了啊 好 我们已经很快的呢 将这个精细标牌呢 就刻好了啊 弯掉开关 刻好之后 接下来一步 就是我们来进上色了 因为这呢 是精细标牌啊 我们上色的时候呢 进入普通的 喷漆上色的话 就不合适 用喷漆上完色 用它从而比较精细 最后去膜的时候 不容易去掉 所以我们就采用 电永极上色的方式 也就是电子上色 我们上色之前 首先把它清洗一下啊 首先把它清洗一下 再给它值得一提 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铜板 来进行 刻了之后 特别容易氧化 我们呢 就要进行氧化处理一下啊 氧化皮处理一下 就使它的表面 就更加的干净 其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呢 就直接使用那种 百分之十的氢浮酸 百分之十的氢浮酸 来进行浸泡 半分钟左右啊 半分钟至一分钟左右 也就是一百分之水 十分的氢不钻 我们直接把这个盘 放在这个里面去 放在里面浸泡一会儿 那么它表面上呢 基本上就 没有什么氧化的能力了 然后呢 再用水洗 好 再用金属清洗剂 进去擦洗 让板面彻底的更干净 板面彻底的更干净 再用水洗 洗得很干净啊 一定用了 我这个也是干净水 纯净水 用它喷一喷 让它表面是彻底的干净啊 我们采用这个方式 好 我们呢 就来进行 开始定上色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取用的一种 定涌器啊 这是黑色的 定涌器呢 有很多种颜色 要什么颜色 就摆什么样的颜色啊 它呢 这是我们已经 对水调好了的啊 在进调的时候呢 用那个纯进水 进一调配啊 根据所提供的比例呢 来进调配 而且我们在用之前 最好呢 把它 多搅一会儿啊 搅的时间 实际上长一点 速度快一点 那么这样的话 上色的效果 也会更好一些的啊 上色的时候 因为我们用的是 阴极定性 功架呢 是接负极啊 功架是接负极 好 这呢 我们就把它接在 上色的这个扭上去 功架 就把它接负极 阵极呢 我们利用一个刷板 用我们所谓的方法 是刷拥的方式 来进行上色啊 刷板呢 很容易做 就是用这个 我们这是一个扑极钢片 然后把它折成这个形状 表面呢 绑上一块丝网布 或者布 都可以来绑 两至三层 然后把它绑起来 最大问题就是说 一定每个地方要包到 不管的话 就容易产生大怒的啊 我们上色的时候呢 就来调整定压 首先把这个开关打开 把上色的开关也打开 调整这个上色定压 一般上色定压 是25至36幅之间 25至36幅之间 好 把定压调好之后 功架这负极 用夹子把它交入之后 用这个刷板 刷板上呢 就站在有定的机 直接把它放在这个上面 我们像这样呢 来一回的 电上色一至三分钟 来过来电上色一至三分钟 它所产生的定流是微动的 很小的啊 好 然后呢 就放在水当中进去清洗啊 放在这个清水当中 我们用清水呢 就把它给冲洗干净了啊 就出来就成这个样子了 颜色就给上上去了 颜色上上去之后呢 我这时候呢 就把这个贴在这个 这个 休克的地方 把瓷料 瓷料之后 再呢 放在那个烤箱里面 进行烘烤 15至30分钟左右 烘烤15至30分钟左右 温度呢 在 100至150度左右啊 把它呢 放在这个烤箱里面 进行烘烤20分钟左右啊 所调的温度 是100至150度之间 好 温度呢 也不要太高 好 把它盖开上 等它干了之后 再去磨 好 稍等了 我们在这个绑号呢 烘干之后啊 然后呢 来进行退磨 退磨的方法很简单 我们呢 就直接 用这个清氧化烂 也就是所有的火箭 比例是5%的几率 好了 倒一点就在盆子里面去 我们最好的 是用开水 用开水 来进行 把它溶解 好 用开水将它溶解之后 然后再把它放入 这里面去 那么呢 它这个打磨呢 马上呢 就会被泡掉的啊 放在里面呢 它很快呢 就脱落了 脱落好之后 我们再一步 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 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 然后呢 需要泡光的时候 就把泡光整理一下 我们呢 用清水把它清洗一下最后 然后呢 如果说表面上有的还 网固不掉的话 我们呢 还可以把它多泡一会儿 它就可以泡掉 或者呢 我们用水上纸把它轻轻的 摩擦一下 也可以摩擦掉 假如说我们是镜面吧 的话 我们就不能用水上纸 它进行活了 我们呢 用抛光机把它抛光一下 其实啊 我们也可以放在那个 清花辣这个液体当中呢 浸泡实际长点 它完全可以脱掉的啊 整理好之后呢 我们如果说需要进行装饰一下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拉丝边的这种方式 然后装立起来就很漂亮 装表起来就很漂亮了 那么拉丝边的制作方法呢 也很简单 我们现在呢 就来制作拉丝边的方式 我们做拉丝边的方法非常简单啊 首先把这个板材通过裁紧 把它裁紧整齐之后 然后呢 我们呢 就准备一块拉丝布 一般的超市 5G商店都会卖的啊 我们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固定胶条 把它给粘好 粘好之后 我们呢 再用这一把尺子啊 和这个透明胶条平行之后 再呢 利用这个水 利用这个拉丝布 在上面来回的 进磨刺啊 好 磨刺好之后呢 再把它撕掉 这样的话呢 就第一条边呢 我们就拉出来的啊 适当的适当劲 适当的适当劲 然后呢 来做第二条边 然后呢 来做第二条边 我们在形成这种透明胶的时候呢 最好不要形成那种 葱胶的那个透明胶啊 好 第二呢 也是相同的方式法贴住 但是呢 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呢 这里边和这里边的宽度 最好呢 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呢 挺高实的图形呢 就比较整齐 它都是一致嘛 就更加的 比较整齐一些啊 那么这个斜角 我们呢 还要把斜角贴一下 这样的话 就一个斜角边 那写出来啊 好了 再用相同的方式 利用这个拉脱骨来浸腊 哇 一直对对 像这样呢 我们就把第三条边 第四条边 给制作出来啊 制作出来之后呢 这边呢 就形成这个形状 然后呢 下一个呢 我们就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再上量油 这个故事呢 就算完成了啊 我们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如果说上面有氧化虫的话 我们呢 还是把它放在清湖上那里泡用 这样的话就会更干净一些的啊 好 清洗干净之后呢 再放在这个 水系量油当中 浸腥泡 或者我们用上清洗的方式上油之力 或者用直接面当中喷的光油上也可以 然后呢 把它立一至两分钟之后 再放入烤箱当中 烘烤两三分钟 温度一百度左右的温度 烤干了就行 这过程呢 就算完成了 立好之后呢 我们呢 就把它放在这个烤箱当中 烘烤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把温度一百度左右 那那就即可 温度到了之后呢 我们呢 就将它给起出来 好 这呢 整它凉了之后 我们呢 可以把它整在一个木头上面固定下来 这个过程呢 就算完成了啊 一个绑化 我们就采用这种方式 把它给制作出来了 这就是绑化的制作过程 就是这种方式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另外一种 套色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 我们有像这种样的一个盘 这套色呢 它有两种颜色 一种是红色 一种是蓝色 那么这个边是 同色的粉色啊 那么这种套色方式 怎么来进行制作出来了呢 其实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啊 首先我们来做这个红色的图案 我们呢 就应该用红色的那种油墨来进行制作 也就是红色的感光油墨 红色的感光油墨 就这种的红色感光油墨 我们把这个油墨呢 就整个的涂抹在这个板上去之后 和刚才赛板的方式是一样的啊 和刚才赛板的方式是一样的啊 那我现在呢 所行用的是蓝色的墨啊 好 我们呢 感光的方式呢 我们也使用出这样的一个 说刚才方法一样 来进一赛吧 把这个图案呢 就给赛出出来 显影的方法和刚才都是一模一样的 显影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整干了 整干之后 然后我们再套第二种颜色 套第二种颜色的时候 我们呢 就要背两张D稿 两张D稿 D稿呢 就和这种 就成这种形状 那么这种 这种稿 它都是颜色 就是中间的一种颜色 那么我们这稿 都是通过定脑来进 设计出来的啊 这稿呢 我们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设定一个十字叉 这上面都有十字定位标记 因为第一张板做好之后 我们要把第二张板进入套字 套上去 再套上去 然后呢 再第二次曝光 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颜色套上去 利用这种 感光抗净度油墨 因为这种感光抗净度油墨 我们需要买那种多颜色的感光抗净度油墨 用它有很多种颜色的啊 采用这种方式 那么制作方法其实相当简单 我们首先也是通过丝网 或者别的什么方法 涂抹的方法都可以 要是我呢 用涂抹的方式 整一个胶皮 整一个胶皮 然后呢 整点这个油墨 或者用丝网印出来的方式都可以啊 然后我的中间要靠色 我呢 就刮上去 你